我爸就把那被子往里下c 他嫌我不好好码平了 他有同学给掏出来 一个个给码平了 我们俩性别应该互换 真是个细心人 你还没关过门呢 还有东西呢 我们俩一人一呼呼 他睡的那个路 到这也分着睡 吃完早饭 我们就来出来串门了 刚才串了一个门 忘了拍了 这是串的第二个门 小区里没什么人 这个小区环境真是不错呀 我们来了 等会我 几层啊 老头 长老人搬了 老张头 哎呀我看看 比他爸高多少天哪 你再帮也够不上 我闺女啊 够半头 咱没弄了 要细子要出来 我是 还有细子 应该把水坐上 你这意思就是说 赶紧小丢丢的 不是你这太压了 你当然熟不到一块 那你记得稍微做小一点 盘溢出来 天哪这太可怕了 我去走了 一二加油 现在我们去我妈那 从我婆婆说 直奔我妈那 然后带我妈去医院 这是安真医院急诊中心 先租一个车 扫码 我们等你 等着我什么 我这车搁这了 你还弄走啊 不是现在万一有人 那什么的 这车都不搁搁 不是你搁在车位里的吗 这什么车位 哪里搁在车位 哎呀 医院 医院里一人没有 走 咱们这能搁 给我妈煎的饺子 这是小米 棒的面粥 樱桃 还有六不居的咸菜 好了 给它准备好了 我就走了 大家好 我是兰兰 今年的大年初一 我串了两个门 然后去婆婆家 又去我妈家 接我妈去医院 为什么去医院 因为三天前啊 凌晨四点 我妈开始鼻子不停的流血 就打了120 然后就上医院 到了医院呢 看了个急诊 就给堵上了 医生说呢 三天以后呢 来拿 他也没说为什么拿 反正就说呢 你得给他拿出去 结果我就发了一个朋友圈 结果好多热心的朋友啊 就在评论区说呀 蓝蓝 耳鼻口科呢 比较全位的医院呢 是北京同任医院 然后我上网查了一下 这个同任医院的地方号码 结果我打过去以后 我就问他 我说 你们什么时候上班 我妈呢 这个可不可以上 您那拿出这个 堵的这个东西来 然后人家说呢 我们是初一三十休息 初二上班 我说好 结果我就开始上网 刮号啊 上网刮号 初二以后全满 而且即便你再往后拖 他呢 也都是自费 就是不走医保 人说的很清楚 你要自费 而且呢 也刮不上号 后来我就想 那我再看看其他的医院 再离我妈近点了 就是安真医院 也是挺权威的医院 所以呢 我又给安真医院打电话 然后呢 耳鼻咒口科的大夫 接的电话 就跟我问了一下情况呢 就说 我们这初一呢 有专家 值班 你就过来 正好呢 三天 他说呢 我说那初二行不行 他说 我们初一哈 专家在这 急诊值班 你就初一过来吧 那我说那也行吧 因为他们就老强调 三天之内 要把这拿出来 我也不明白 他们也没直说为什么 咱也不懂啊 后来我想 那就别耽误了 就初一吧 所以今天下午 我就带我妈去了 就在医院里找没人 一个人都没有 病人也没有 医生也没有 就喊 后来也不是从哪屋子里 十层 而维侯科也不是哪屋 就出来一大夫 然后一个女大夫 看着呢 跟我年龄差不多 文质彬彬的戴眼镜 就问怎么了 什么的 我说我妈这个哈 三天之前鼻子流血 人家让来娶 这棉花 我给你们打电话呢 你们说呢 今天是一个专家 然后听听专家的意思 你们这能不能汗 我妈这事 可不可以汗 能不能汗呢 就是以后别再老流血了 专家说 我们这急诊 一般不负责 往外拿这个 这都是门诊来做的 哎 我说我给你们打电话了 你们说可以啊 他就看了看我妈 说多大岁数了 我说八十 他说这么大岁数啊 他说 你再堵两天吧 我说 你们这人说上堵三天 怎么 您又说堵两天呢 他说万一又再流血 怎么办呀 我说他再流血再堵呗 后来他说 谁告诉你的 谁跟你说的 今天要非得今天来 我说你们这儿的大夫 反正他就挺不高兴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说你要说拿出来 我就给你拿 我说他拿了要流血 流血再堵呗 他说你 我建议你明天再来 我说我们都来了 今天和明天就差几个小时 为什么要明天 他说 就是往后拖一天呢 就会愈合的好一些 我说那我拖一天 我拖两天 拖三天行不行 他说那不行啊 那棉壶在里边就臭了呀 肯定不好啊 那臭了 我想是不是就容易感染发炎呀 后来我当时心里拿主意 我就说那现在就先拿 一旦流血了再 是吧 再堵呗 他说你说怎么着吧 你要说拿 就比咱俩现在聊天还简单 我就直接给你顿出来就完了 那我心上说了 我来看病 应该你医生说了算 你问我 那我就只能说拿 反正他就挺不情愿的 拿一个镊子 喷 轻轻一顿就出来了 什么事没有 也没流血 完了我说 没流血 他说还真没流血 是不是要不然你说我妈八十多岁了 这么冷 今天北京又特别降门 大寒 你让我明天再来 我今天都来了 挂了一个专家号 是吧 花了七十块钱 然后你明天再让我来 我就不明白医生什么意思 你们这儿的医生让我 是吧 初一来 然后你让我明天来 我也挺不乐意的 然后他一会儿就接着说 我给你开这个换药费吧 他就坐在那儿要开 我说换药费 我没看见你换药啊 他说 那算了吧 大过节 那就不收你钱了 我就挺不高兴的 你明明没有换 就好像我占了 他多大便宜似的 就因为过节 这跟过节有什么关系 换药了就是换药 没换就是没换 什么什么就开换药费 一会儿又不给开了 那合着 这个费用都是你们医生 说了算 我也挺不高兴 快下我脸也搭了下来吧 完了我说 妈咱走吧 他让咱走 咱就走吧 然后推着我妈 走了 就这么这个经过 要不然呢 听他的呢 就白跑一下 明天再去 我再听他的呢 我又换药费 我今天白花七十 明天我再 从而言之 我真是无语了 为什么我今天在视频里说呢 就是我们做子女的 比如说带着 父母去看病 或者说我们自己去看病 任何的疑问 你并不好意思 他比你好意思 该问就问 该说就说 该不合理收费的地方 就要说出来 您说我说的是不是 我的妈呀 服了 好 这期视频呢 就分享到这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请点赞关注哦